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关注非标界的天才少年 17岁的卢克·利特勒 他在英超非标联赛中脱颖而出 将迎战世界前三名选手 这场比赛将会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挑战 我们拭目以待他能否创造奇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霹雳舞界的动弹新闻 前舞者DJ毕霸自2010年起 为霹雳舞比赛提供音乐 他的音乐风格独特 能够完美契合舞者的节奏和动感 让比赛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布朗克斯的竞选集会 他正试图拉拢拉美义和黑人选民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造势 这场集会在特朗普面临刑事审判的背景下举行 吸引了众多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 Talk 今晚在伦敦报奥体育馆举行的 英超飞镖联赛决赛业 17岁的飞镖新星卢克·利特勒 将面对世界前三名选手 争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冠军头衔 利特勒在16晚的联赛中以40分的成绩名列棒手 领先于现任世界冠军卢克·汉弗莱斯 去年英超冠军迈克尔范格文和2023年世界冠军迈克尔史尼斯 今晚的半决赛将从7点15分开始 利特勒将对阵排名第四的史尼斯 而汉弗莱斯则将迎战7次获得英超冠军的范格文 两场半决赛均为19局制 而决赛则为21局制 这场飞镖盛宴将吸引18000名观众 利特勒的表现备受期待 但他必须克服史密斯的挑战 后者在本赛季英超飞镖中五次击败了利特勒 多伦多星报报道 音乐在霹雳舞比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DJ毕巴·丹德尔·詹姆斯就是提供这些音乐的人 詹姆斯将在加拿大最大的霹雳舞比赛 在红牛BC王塞福全国决赛中担任DJ 他的音乐将为舞者们提供能量 詹姆斯从1999年开始作为舞者进入霹雳舞季 2010年转型为DJ他认为自己 对舞者喜欢的音乐有更好的理解 因此决定学习如何成为一名DJ霹雳舞比赛 是一对一的对决 舞者们在短短45秒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展示自己的记忆 而詹姆斯则通过使用两个唱片或刮盘技术 来延长或创造新的节奏 为舞者们提供合适的音乐 詹姆斯认为几乎任何有节奏的歌曲 都可以在霹雳舞比赛中使用 关键在于DJ如何制作或编辑这些音乐 7月年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布朗克斯举行竞选集会 试图在11月选举前赢得西班牙裔和黑人选民的支持 这次集会在特朗普纽约刑事汇入案即将结束的几天前举行 而布朗克斯是一个民主党强势地区 2020年特朗普在这里输给拜登68个百分点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 选择在布朗克斯举行集会是因为该地区靠近他的刑事审判地点 并且他希望在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州挑战现状 与此同时 拜登竞选团队也推出了两则新广告 强调特朗普对黑人社区的失败和破承诺 包括特朗普在上世纪70年代因住房歧视被起诉 以及他在2017年夏洛斯维尔事件中的表现 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回应称 这些广告是试图欺骗黑人选民 Yahoo!EOS报道 伊朗已故总统伊布拉辛·莱西 在周四被安葬于他的家乡马什哈德 仅离伊朗最重要的神业派圣地 第八代伊玛穆里萨的林木 据国家通讯社IRN 约有300万人参加了在马什哈德举行的葬礼仪式 莱西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 和其他七名乘客在周日的一次直升机 坠毁事故中丧生 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在周四被安葬于首都德黑兰 在莱西的家乡呼罗山省 还举行了一场国家组织的葬礼 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一活动 副总统莫森曼苏里解释说 省会城市比尔詹德作为葬礼的倒数第二站 是因为莱西与该市有特殊关系 他曾在伊朗有影响力的宗教机构专家委员会中 代表比尔詹德 西安南指出从莱西的学生时代到他在司法部门监督处决的日子 他的一生与伊朗动荡的现代历史紧密相连 然而他的总统任期却显得平淡无奇 与前任总统哈桑鲁哈尼的温和派立场不同 莱西似乎甘愿成为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反动政策的执行者 尽管如此 莱西的去世仍在一个关键时刻到来 伊朗正深陷加沙战争与以色列及其盟友在多个国家进行低强度的冲突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土耳其印度和中国都出席了他的葬礼 这展示了伊朗政权的强大支持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哈梅内伊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继续保持现状 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但也有可能在面临国内紧张局势的情况下 选择开放选举以获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Al Jazeera报道 国际法院拒绝了墨西哥要求对厄瓜多尔采取紧急措施的请求 此前厄瓜多尔警方在4月5日突袭了墨西哥驻基多大使馆 逮捕了前副总统豪尔赫·戈拉斯 墨西哥认为厄瓜多尔的行为违反了其主权 并要求其道歉或面临联合国的制裁 尽管法院认为目前没有紧急情况需要采取临时措施 但厄瓜多尔已承诺将提供全面保护和安全 墨西哥外交部法律顾问表示 厄瓜多尔的承诺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他强调大使馆的不可侵犯性对全球都至关重要 此次事件加剧了两国之间的外交争端 厄瓜多尔指责墨西哥干涉其内政 并滥用其外交设施保护格拉斯 此次突袭行动被广泛谴责为违反国际法 包括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The Independent 希玲 迪王Seline Dayan在即将上映的纪录片 《我是! 希玲提王I am Celine Dayan》中揭示了他与江人综合症 DSPSO症的真实生活 在首支预告片中 这位传奇歌手坐在椅子上 直视镜头 坦言自己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他表示之前一直不愿公开这个消息 但现在他准备好了 预告片展示了他过去巡演中的表演片段 和录音室里的场景 以及他在进行物理治疗的片段 迪翁在接受Fogue癌访时表示 尽管身体状况不佳 但他不会放弃 他的纪录片将于6月25日在凡费底欧上线 由奥斯卡提名导演艾琳·泰勒·艾琳·贝博指导 旨在向粉丝们展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 盖尔利恩他 艾根廷总统哈维尔·埋尼在布宜诺斯艾丽斯的卢纳公园体育馆 举行了一场黄热的演出 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右翼支持者 米雷伊穿着西长皮夹克在舞台上高呼自己是失落世界的国王 并表示要摧毁他的敌人 尽管米雷伊的激进经济政策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 但他的忠实支持者仍然热情高涨 米雷伊的演出被批评为试图转移人们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注意力 阿根廷目前正面临二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贫困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年通货膨胀率接近百分之三百 尽管如此 米雷伊仍然坚信他的经济革命能够带来改变 并通过这场演出巩固了他在国际应有派中的定位 亚和US 法国总统艾玛纽埃尔 马克罗丁曼尔·马克人批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尼尔 普京弗埃勒尔·普京弗埃勒尔联拒绝奥运停战体 称这表明普京不愿意在乌克兰实现和平 马克龙与中国国家主席谢霆共同呼吁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实现临时停火 但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保奥迪尔·麗尔·沃迹都拒绝了这一提议 马克龙表示奥运停战是一个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机会 并增加对俄罗斯的压力 尽管普京认为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运动员以国家民意惨赛违反了原则 但马克龙坚信通过奥运天战可以推动更长远的和平解决方案 马克龙最近对俄罗斯的态度愈发强硬 甚至不排除派遣西方军队到乌克兰战场 这引发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 Telegraph of the 地中海邮轮推荐中 Sulfur Zia的新船Sulfur Ray提供了豪华的全阳台套房 大理石浴室和私人管家服务 路线包括雅典 圣托里尼 科福岛等地 起价为每人3999英镑 Kogia Europe的Marbeldale 他们则适合探索科西加岛的自然美景 西晚的行程起价为每人2255英镑 罗伍伊扎·纳佩球轮是和单人旅行者 提供无单人附加费的私人舱房舱 行程包括瓦莱塔 米克诺斯 拿布洛斯等地 十晚的行程起价为每人2799英镑 家庭旅行者可以选择土耳其的传统木质双围船 探索科科福湾八天的行程起价为每人1504英镑 Star Clippers风帆邮轮结合了意大利阿玛尔菲海岸的邮轮 和一等舱火车旅行 九晚的行程起价为每人2995英镑 新船Coin Arm将在地珠海航行 十四晚的行程起价为每人1749英镑 Ambassador Cruz Line提供的十二晚伊比利亚海岸游轮 适合多代家庭 起价为每人1529英镑 Riviera的希腊岛屿游轮适合预算有限的旅行者 十晚的行程起价为每人3199英镑 Col Cruiser的十四晚地中海飞行游轮适合年轻家庭 起价为每人1579英镑 Crissell的Serenity和Symphony游轮为美食爱好者 提供诺布餐厅等高端餐饮体验 七晚的行程起价为每人4395英镑 WASHINGTON TOES报道了2021年1月6日至20日期间的动荡事件 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大厦暴动 试图阻止拜登的胜确确认 之后特朗普因煽动暴力而被弹劾 期间一些特朗普支持者仍希望阻止拜登上任 枕头制造公司创始人麦克林德尔被拍到携带建议实施戒严的文件 最高法院大法官塞摩尔阿利托的家中也曾悬挂倒置的美国国旗 象征着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不满 阿利托否认参与悬挂国旗 并称其妻子因邻居的侮辱性语言而短暂悬挂 去年夏天阿利托在泽西海岸的度假屋悬挂了向天堂呼吁旗帜 这一旗帜成为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象征 阿利托在几次演讲中表达了对宗教自由的担忧 认为传统宗教信仰受到了攻击 他还对国会试图监管最高法院表示不满 认为宪法没有赋予国会此权利 阿利托的问题和观点显示出他对特朗普广泛豁免权的同情 尽管他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盖尔利恩报道了特朗普最近在True Social发布的视频 其中提到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实现统一帝国 帝国一词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密切相关 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尽管如此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并未立即删除视频 这种策略一如既往传递信息 然后淡化其重要性 特朗普曾多次发表争议言论 如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后 他称双方都有非常好的人 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 他只是白人至上主义团体跑斗蛋 这些言论被极端组织视为鼓励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演讲中充满了纳粹言论 他的支持者依然众多 他的强人形象在混乱的世界中显得尤为吸引人 尽管特朗普犯下了许多错误 他依然坚定前行 随着统一帝国视频的发布 特朗普再次没有道歉或表示遗憾 这种情况将继续发生 因为这种策略对他有效 Yahoo!EOS报道称 加拿大剧集娃尔·卡尔将回归第二集 并将在《The CWU》和CBC播出该剧由实习医生格雷的贾·科莫、吉安·耀蒂和河谷镇的凡尼莎·摩根主演 讲述了一名被降职的侦探爱丽丝和一名聪明的女骗子马克思之间的故事 马克思因诈骗被捕后帮助埃丽丝破案 两人被迫合作用各自的技能解决犯罪案件 该剧由《Blink-49》的《The CW》制作 第二集将于2025年冬季首播 故事三集Yahoo!EOS报道 意大利国家队公布了2024年欧洲杯的初步30人名单 其中包括阿森纳中场若玉尼奥和托特纳姆热次门将古利尔·莫·维卡里奥 意大利主教练卢西亚诺·斯帕莱蒂没有招入 拉齐奥前锋齐罗·伊莫比莱和中场马尔科·维拉蒂 刘文图斯中场尼克洛·法乔利在经历了7个月的竞赛后 也入选了初步名单 意大利队将在6月15日对阵阿尔巴尼亚 随后面对西班牙和克罗地亚 争取在德国举行的2024年欧洲杯中取得好成绩 《多伦多星报》报道 加拿大自由党领袖邦尼·克洛比 要求加拿大皇家骑警更新 对福特政府绿带丑闻的调查进展 克洛比在信中提到最近发现的新信息 包括福特办公室的一名高级职员卡洛·奥里维耶罗 与开发商的会面记录 质疑了省长办公室在绿带土地选择中的角色 他敦促皇家骑警审查这些新信息 并向公众提供调查进展 此前安大略省新民主党通过信息自由请求 获得的文件显示 福特办公室可能在价值82.8亿加元的绿带计划中 天坦的关系密切的开发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份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